第39题 如右图的灯泡电池皆相同 则流经ABC3灯泡的电流比为何 我们利用公式V等于IR 那么我们用简单的做法就可以了 假这个A灯泡它有一个电池 所以V就是1 那么它有一个灯泡 所以电阻就是1 所以我们的这个A的电流呢 就是1 那么我们的B的电泡的电流 因为它跟我们另外一个灯泡串联 那么所以总电流跟分电流都一样 那么有两个灯泡 我就可以知道总电阻 有总电阻有总电压 就可以求总电流 也就是我们的灯泡B的电流 那么这一边的整个的电压 还是一个电池 然后呢我们的B电流 那么总电阻呢是有两个灯泡 所以电阻就会变成2 所以呢我们的电流B呢 就会变成2分之1 那么所以C来讲 它就是跟另外一个灯泡并联 那么它的电压是一样 所以它也是得到一个电池的电压 还有一个灯泡电阻 所以呢电压还是1 那么电流不晓得电阻还是1 所以呢我们的电流也是1 所以我们的A比B比C的电流 比就是1比2分之1比1 也就是2比1比2 因此第三十九题问我们说 则流经ABC三灯泡的电流比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B 2比1比2